这个男人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 听到敲门声 一个小女孩高兴的跑出来 景监亲切的拍了拍女孩 叫爸爸给你好吃的 面对着赤裸裸的要挟 小令狐可不干 说爸拉着景监的胳膊进门 景监随手拿出一个木盒 你看这是啥 小令狐好奇的打开来一看 高兴的蹦蹦跳跳 景监就问了 那我吃啥呀 小令狐面带笑容 故作神秘 连续多日在招险馆的加班加点 把景监累得身心俱疲 现在终于能稍微放松一下了 看来这大秦集团的招聘主管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风光 景监正要休息一会儿 小令狐就端着一盆货菜羹 和一盆肉饼进来了 景监看着他娇称的样子笑道 说什么呢 爹是大人 你是孩子 拿去吃了 你要是不吃 那我也不吃你做的东西 说着就将碗筷往那一放 假装生气坐到一边 小令狐可当真了 拿起一块肉饼就坐在旁边 一点点洗脚慢咽起来 就在这时忽然听到有人敲门 井间开门上下打量着眼前的白衣人 一时惊喜高声喊道 说罢就一边拉着卫阳进门 一边招呼小令狐上茶 小令狐可不像景监那么郑重其事 显然就是一个调皮的小女孩 一句话把卫阳逗得哈哈大笑 早在之前 盈狱就已经带来了卫阳入秦的消息 可是他却迟迟没有现身 井间心里不免有些失望 现在卫阳自己送上门了 可不能让他跑了 说着就要报警 不对是上报国君 卫阳却阻止他 不忙 今日我去了招贤馆 井间纳闷了 你咋还去招贤馆呢 咱这关系多应啊 一句话的事 先入招贤馆 正要先见内侍 旁门左道 井间对卫阳又增加了几分佩服 不过他也奇怪 你既然去了招贤馆 我咋不知道呢 于是就问 你录明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卫阳这不说话的毛病真是气人 井间以为他对秦孝公的选嫌方案有意见 于是赶紧解释 这国君今天定下的选拔方案 主要是对别人 你这能力都可以保送了 不用担心啊 我全力担保 杨兄可以立即认知 卫阳看他满脸严肃 连忙解释 那是一片热忱 可是误会 卫阳主义一定 不走捷径 走大道 你放心 这回我不跑 明天就去报名 井间想不明白 这还有不愿意保送的 大道 辩访秦国 正是 这是卫阳跟井间的第一次深入交谈 卫阳决定辩访秦国三月 井间明显不太相信 卫阳喝口茶 润润嗓子接着说 你也别瞎猜了 我就实话跟你说吧 之前呢 我还真有点着急当官 这不今天还来找过你 可在赵贤馆看到秦公的气度胸襟 这个想法就烟消云散了 秦公不被学子浮躁虚荣所动 提出事贤其策 令我幸福 杨虽学有所长 可对秦国尚无深彻了解 先访秦后对策如此大道 杨若回避 任职任势空谈 井间还是有点困惑 你今天也看到了 赵先馆那么多人 可都不这么想啊 他们都以为这是故意难为人呢 你真觉得深入山野这事靠谱 卫阳看着他一脸惊讶 也不回答反问井间 咋地你觉得是坏事啊 井间微微点头 不禁大为感慨 秦公一片苦心 为杨兄一人体察 知音难求 神交难遇啊 就在这时 小令狐端着韭菜来了 一边上菜一边说 两人边吃边聊 不知不觉就说起了 关于小令狐的往事 他本来是井间战友的女儿 因为战友谈死沙场 井间就认他为义女 魏阳听完 就先给咱来了一波剧透 井间有点不好意思了 赶紧插开话题 这事咱以后再说 有棚子远方来 不亦乐乎 一杯勤酒下肚 魏阳正要夹菜 垫一垫 井间连忙劝阻 这菜你可吃不了 还是尝尝炖羊肉吧 说着就吃下一口 稀稀品尝 还大发感慨 魏阳就笑了 你还老秦人呢 这都不知道 苦菜配酒 越喝越有啊 井间大笑几声 在秦国别的不说 就这俩绝对管够 打包都行 说着就给魏阳倒酒 魏阳正高兴 门口的小令狐突然嘲笑他 魏阳忽然想起 小令狐白天曾说 秦人没有他这种打扮的 左兴跟他要了一身 不移麻山 随后又跟井间说道 三月之内 不要对秦公提起魏阳 这事可不行 你得先报名 我也得上报啊 只要那时不特意担保推荐 其他听起自然 井间知道 秦孝公对魏阳可是日思夜想啊 心想啊 这国君才是我老大呀 这可不行 于是呢 既没说答应 也没说不答应 魏阳露情 我当路人旁观 于心不安啊 魏阳露出一次神秘的笑容 这话可是你说的 不过你也别急 三个月后有你难受的 魏阳有难为内侍的事 求之不得 你我三月后再会 魏阳说罢就要起身离开 酒还没喝完就想跑 井间赶紧拦住他 这碗酒魏阳兄见仙 若负苦菜烈酒无言见诀 第二天一早 魏阳一身粗布麻山 来到招显馆 扫了一眼吵吵嚷嚷的人群 静止走上前去报名 在下魏阳赶紧露名入侧 随后就来领取下线所需的东西 一方通行令牌 一带千枚铁钱 魏阳看了一眼景间 潇洒的转身 在众人注视下 大不流行出门去了 这个男人就是秦孝公 昨天刚在招显馆 定下了辩访秦国三月 再来面试的考察方案 各国世子就走了一大片 心中非常不安 但是目前也没有更好的方法 只能一条路走到黑 秦孝公正看着地图 听着公僧谷汇报各线的情况 保证入侵世子的安全 秦孝公赶紧安排人 查看商鱼灾情 可是他却不知道 魏阳已经启程前往商鱼 开始了为期三月的艰苦茶坊 就在此时 警监匆忙赶来 汇报招显馆的工作进展 秦孝公貌似毫不意外 随口问了一句 警监满脸兴奋 您终于开口了 我就等着您问呢 警监心想啊 杨兄啊 我可不是说话不算数啊 这老大问起来了 我总不能隐瞒吧 秦孝公本来都不抱希望了 一听魏阳俩字 不免有些惊讶 秦孝公这心里 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来了又走 这是唱的哪一出 警监这才意识到 刚才的话有奇异 赶紧解释 警监这过山车玩的妙啊 要是换了赢钱 估计手中的笔杆子都飞过去了 警监连忙点头 可不吗 他可是第一个下去的 要不是他开了个好头 还不定有没有人去呢 秦孝公把手中的笔放到一边 来了兴致 一连串的问题砸向警监 你快说说 他吃的好吗 穿的暖吗 有没有想过呀 警监也看出来了 再接着卖关子准得挨揍 于是就将昨晚的经过说了一遍 他已经到了赵贤管 听了军上的世财处章 他认为军上如此考教世子 是敏锐决策 所以他愿意留在秦国 兵界提出 不以私情推荐担保 他要走访秦国 真正熟悉秦国 秦孝公一听 哦 没想过呀 那他有没有想直接当官的意思呀 没有 他说大道贵公 不愿例外 秦孝公又问 他有没有住进赵贤管 这个我倒还真查过 人家住在魏丰古域 魏国人开的 秦孝公就有点看不明白了 一边下线艰苦走访 一边还住在豪华酒店 不过仔细一想 反正人已经到了 那就等三个月以后再说吧 这边入秦世子刚刚下线 另一边老干龙又出幺蛾子了 秦孝公又将怎么应对呢 欢迎关注评论转发 我是猪梦 我们下期再说 然后还请你 Born